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优美的中国话 难道南韩人是听不懂吗 要不要中国人来教英文啊 句句反风 嘲笑南韩队输不起 针对脏话风波 陈金城当时曾发文回应 是自己发音不好 让大家误会 这次又被南韩语求协会投诉 他在微博坦言 自己有很多的情绪 很多的小脾气 只是感谢自己球迷包容支持 却对对手失礼相待 难免有失运动家气度 暂时新闻 黄琼辉报道